非常嚴格要講話 應該是要打五萬 因為要打五掉二 也是 對不對 可是說很嚴格的話 憲章哥小三元已成型 然後紅中沒人拿 難道要一飛沖天 四萬進來的姓氏退一 還是有機會 啊 龍龍哥說二萬碰走三 之所以他打得沒錯喔 自摸決勝二萬是 誰知道呢 哎呀 果然前圈就是不一樣 現在我就沒看到 感謝龍龍哥的提醒 感謝龍龍哥 小弟失禁失禁 現在問題就是如果憲章哥在這個時間點 聽牌 進紅中 怎麼辦 進紅中才好啊 可是他進紅中就要去猜三四萬 猜三四萬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也可以打碰碰 喔 也是 我是猜三四萬 他可能要快速聽牌 他想要快速聽牌 聽漂亮一點 所以猜一二條是ok 也是ok的 我的天 我是猜三四萬 這個 我這個打法馬克人應該懂啦 因為馬克人比較常跟我打牌 應該比較懂我的想法 你的比較感翹一點的想法 為什麼感翹一點 但是憲章哥是對的 他聽紅中 聽紅中 沒人拿 而且沒有是內建的大三元 內建大三元 三家幫他摸 加他自己摸 整桌幫你摸 太恐怖了 這個如果摸起來的話是幾台 十台 一個腕子 三元自摸四花 十一台 那還有什麼 莊家 喔 對 好 繼續聽牌 一餅的七萬 餅子 呃 缺一個 應該是打四餅了 對 因為 不然紅中會不會有虎 對啊 對對對 沒錯 聽牌哥還是有一點 慾望的 有 好 跟著猜 這邊一餅的七萬 哇 沒有 這些很會戳的 不會是 是什麼 四萬 沒事 Safe 但是 啊 啊 明明 太誇張了 啦 11台 大三線 我太誇張 11台 我們主三次還沒開打 吳秉 吳秉有出一張了啦 所以憲章哥有三張 而且 他誇張的是他的紅中 沒有人防 沒有人防 誰摸誰打紅 對啊 誰知道你手上大三元啊 太誇張 真的是太扯了 恭喜憲章哥 哇塞 我的天啊 精華 精華 終於有精華可以上線了 我的天啊 感謝憲章哥 第六摸 而且是一個大刀 一把上五萬三啊 好 這一把九千六 扯扯扯扯扯 扯到爆 扯到爆 這個拿到外面積分賽也是第一名 哇塞 吼吼吼